三国演义 第五回 范长安 董卓的部将李绝 郭四 张继 樊仇四人逃到梁州后 派人上表请求宽舍 王允坚决反对 李绝等见求舍不成便结伙十几万人马杀向长安 吕布抵敌不住 要王允一同逃走 王允不愿意 吕布便自己投靠袁术去了 李绝 郭四的兵马杀入京城 将皇宫重重包围 大臣恐慌 只好请县帝到宣平门指乱 李绝等人要皇帝交出王允裁愿退兵 皇帝愁愁不决 王允毫不犹豫 大叫一声从门楼上跳下 被乱刀杀死 从此朝廷大权落入李绝 郭四等人手中 李绝 郭四掌握了朝中大权 横行无忌 西凉太守马腾兵州刺史寒碎 接到皇帝密诏后 起兵杀向长安 马腾的儿子马超虽只有十七岁 但英勇过人 连杀李绝手下几员大将 但忠因兵马断了粮草 不得不退回西凉 这时 曹操因在山东攻打黄金军有功 被朝廷封为镇东将军 曹操四处招募人才 文有寻玉 寻忧 成玉 郭家 刘业等人 无有于尽 典尾等 亦是人才济济 曹操见自己势力强大起来 便派人去郎爷迎接自己的父亲及家人 路过徐州时 徐州太守陶谦好意招待曹家老小 曹家老小告辞那天 陶谦又派都尉张凯带领五百兵士护送 谁知张凯贪财 杀了曹家大小 曹操得报 气得咬牙切齿 便引大军杀往徐州报仇 徐州太守陶谦的好朋友陈公当年曾救过曹操 便前往曹营劝曹操不要攻打徐州 曹操充耳不闻 陈公赶到五脸去见陶谦 便投陈刘太守张淼去了 陶谦打不过曹操 情愿自行捆绑前往曹营请罪 部署弥竹 主张向北海孔荣 青州填凯求援 陶谦听从了弥竹的意见 派陈登到青州 弥竹去北海求援 北海太守孔荣 此时正被黄金军围住 派人求刘备救援 刘备最重信义 便点兵三千去救北海孔荣 刘备兵到北海 关羽刀劈了黄金军首领管害 解了北海之围 孔荣又请刘备一同前去救援徐州 刘备也答应了 刘备又从公孙赞处借了二千人马和战将赵云 连夜赶往徐州 刘备张飞杀进徐州 陶谦见刘备是个英雄 便让刘备写信给曹操 劝曹操霸兵停战 曹操这时正因老巢 衍周 蒲扬被吕布攻占了 心中着急 谋视郭家劝他趁机向刘备卖个人情 答应退兵 去收复衍州 曹操听郭家的话 拔债回到衍州 去对付吕布 陶谦见围兵退去 心中大喜 连忙请孔荣 田凯 关羽 赵云 进城宴会 陶谦要刘备做徐州太守 刘备一听 连连咬手拒绝 陶谦只得请刘备战时驻兵小佩 帮助保卫徐州 在众人竭力相劝之下 刘备才答应下来 话说曹操领兵回到濮阳扎营 吕布领兵五万 与曹操摆下正式开战 曹将下侯敦 越近 都打不过吕布 曹军大败 足足退了四十里 当天晚上 曹军前去偷袭吕布西边的一个营寨 不料吕布听从成功的计谋 早做埋伏 曹军又败 曹操被吕布追赶无法脱身 急得大声呼救 正在危急时刻 下侯敦领一队援军赶到 截助吕布缠斗 战到黄昏时分 忽然下起大雨 双方才各自收兵回营 曹操 吕布两军一时难见高低 陈公又为吕布出了一计 叫浦阳城中大富户田氏 假意去向曹操投降 谎称吕布不在城中 请曹操快来攻城 田氏愿意做个内应 这天夜里出京 曹操率一队人马冲入城去 等知道中计时已无法冲出 曹操逃往北门 火光中撞见吕布追来 曹操连忙用袖袍遮住了脸 吕布用话戟在曹操的头盔上打了一下 问曹操在什么地方 曹操随手指指前面的人 骗走了吕布 才死里逃生 曹操逃回大寨 马上传令 军中挂校举哀 假说曹操已被火烧死 他自己择领大队人马 悄悄往马铃山埋伏 吕布得知消息 立刻率领人马杀来 被伏兵杀得大败 这一年到处闹蝗虫 庄稼都被吃光了 两军无良再战 只好战时停战 陶谦这一年已63岁 忽然得了重病 他再次要求刘备接受徐州太守职位 刘备坚决不从 不久陶谦死了 部下把徐州的牌印交给了刘备 刘备无法再推 只好从命 担起了管理徐州的重任 曹操听说刘备得了徐州不禁大怒 便要传令出兵攻打徐州 谋士寻遇见曹操动怒 建议他攻打颖川等地的黄金军 夺取当地粮食 曹操一记攻下颖川 汝南等地 收降了桥县人徐楚 封为都尉 曹操又收复了衍州 浦阳 吕布走投无路 前来徐州投靠刘备 刘备为人宽厚 尽管关羽张飞坚决反对 还是把小沛让给了吕布站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